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 欢迎观看旋律伟王视频 这一期视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 使用剪印来制造出 人和影子分离的视频效果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成片效果 这是今天的视频效果 好了 话不多说 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 首先打开剪印APP 点击加号 开始创作 选择一段拍摄好的视频素材 点击添加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视频素材 拍摄这一段视频素材 首先我们要固定手机或者相机 然后锁定对焦与曝光 这个时候人物走进画面 在某一个位置停下来 然后做一个手势动作 手势动作做完之后停下来 然后再做一个打拳的一个动作 打完之后 原物把拖鞋脱掉 然后走出画面 就是这样的一段视频素材 接下来我们先把播放指针移动到 结尾处的这个空画面 有拖鞋在的这个空画面 点亮视频 然后在工具栏中滑到最后面 点击定格 这个时候软件就会把当前的界面截图下来 并且把截图拆入到主轨道层里面 接着点击左下角的返回 点击画中画 点亮前面的视频 然后在工具栏中找到切画中画 这样子就能把这个视频切换到画中画里面 接着我们点亮刚刚的截图 把它的时长拉长 接下来把播放指针移动到 延误做第一个手势动作的位置 大概是这个位置 点亮视频 点击零行加号 添加一个关键整点 然后在工具栏中点击蒙版 选择线性蒙版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在线性蒙版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眼目 但是在线性蒙版下面是看不到眼目的 那么我们先点击左下角的反转 这个时候就反过来了 眼目下半部分就可以看得到 上半部分看不到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性蒙版 往上面拖动 拖动到人物的头顶 然后拖动向下箭头 给它添加一点语画质 接着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移动到人物做完手势动作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把这个线性蒙版 往下面拖动 然后用双子 把它旋转一定角度 把它的语画质 减小一点 到这里人物就完全看不到了 我们只看到人物的影子 我们先点击对号来看一下效果 首先 人物做手势动作 人物 逐渐的消失 接下来 我们继续 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 人物的影子 在做一个打拳的动作 当然 在这个角度看起来不是很明显 所以大家 在拍摄素材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要把这个影子拍摄的比较显眼一点 我们继续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移动到 人物做完打拳的动作 在这个位置 我们点击 明显加号 给它添加一个关键针点 接着 继续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我们移动一点点位置 在这个位置 点击蒙版 因为在这个位置上 我们看不到人物在哪个位置 所以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点击 左下角的反转 那么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调整 这个 线性蒙版 我们把它调整到 人物的角 这个位置 旋转一定角度 调整好之后 我们点击反转 这个时候 我们依然只能看到 这个影子 接着 继续往右移动播放指针 移动到一定的位置 按照刚刚的方法 先点击反转 看一下人物 在哪一个位置 然后调整 线性蒙版的位置 调整好线性蒙版的位置之后 点击反转 然后重复刚刚的操作 全部调整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整体的效果 点击播放 来看一下 人物开始消失 然后影子 再做一个打拳的动作 接下来人物走出画面 留下影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大家可以配上一些合适的音乐 一个作品就制作好了 到这里 人影分离的视频效果 就介绍完毕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我点赞 转发 评论收藏再关注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